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6萬大獎 不過還是有些地方會下雨 像是花蓮現在是有大雨特報的 花蓮的觀眾朋友 請特別的注意一下 而且這溫度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最低的地方還是在宜蘭 現在是24度 花蓮25度 台北啊新竹大概也是25度 嘉義可能有一點點輻射冷卻 所以現在是24度 那稍早之前比較低的溫度 是在台東的成功 23.6度 不過只是微涼 還不至於到非常非常涼的一個狀況 因為今天這個東北風 其實並不是很強 不過還是要注意的是下雨的狀況 我們就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今天目前花蓮是有發布大雨特報的 從昨天半夜開始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東部地區是有一些水氣的 再加上風向是東北風 所以花蓮到台東這一段地方 其實雨勢累積的都還滿快速的 那現在來講 氣象局是針對花蓮 發布了大雨特報 要提醒觀眾朋友特別的注意 那另外其實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在南部就是高雄台南這邊 也有一點零星的降雨 不過現在雨勢已經整個緩和下來了 中南部地區大概今天白天天氣狀況 是穩定的 是好的 甚至是炎熱的 不過中午過後跟昨天一樣 還是會有散發 昨天這個雨勢下的滿大的 甚至到下半天的時候 氣象局還針對中南部地區 發了大雨特報 今天也還是會有類似的狀況 提醒大家注意 那另外 因為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還有北部的山區 因為還是有東北風 所以可能還是有一點點 零星短暫的降雨 但雨勢已經不是太大了 整體來講 西半部地區都是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至少在中午之前都是好天氣 那東半部就比較不穩定了 東半部從宜蘭 花蓮 台東 下雨的機會是比較高一點的 提醒大家注意 不過明天來講 水氣就會再減少一些 明天 後天 至少到星期天的上半天 目前看起來天氣狀況都是穩定的 都是秋高氣爽的 不過星期天這一天變數就比較多了 因為星期天可能 星期天比較晚一點的時候 北方又會有水氣下來了 台灣附近水氣增加 目前看起來下個星期一星期二 北部東北部 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醒大家 這個好天氣 明天 後天可能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好好的來把握一下 至於今天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在北部地區 因為雨勢已經停下來了 所以高溫就上升個1度左右 大概有30到31度 你看降雨機率都已經明顯下降了 不過基隆還是有50% 還是要帶雨距 在中部來講 整體都是溫定的好天氣 32、33度的高溫 那午後山區 有一點點的降雨但不明顯 但南部地區 南部大概就是 這個午後下雨的機會 會比較多一點 10%的降雨機會 31到33度的高溫 東半部地區的降雨機率 都有50% 因為東部之間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從宜蘭到台東 都要記得帶雨距 外島三個地方天氣狀況相對來講 就是好的都是穩定的 不過馬祖的高溫 達只有28度 馬祖可以說是比較沒有那麼炎熱的地方 提醒馬祖的觀眾朋友 特別是早晚的時候 也要加劍衣物 最後今天天氣不可不知 帶大家一起來看到 首先還是要提醒大家 花蓮目前還是有發佈大雨特報的 帶雨距同時要注意安全 特別是花蓮的山區 下雨的狀況 再加上前兩天都一直有地震 所以這個山區可能突時不是太穩定 如果要進花蓮的山區 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中南部地區 提醒大家今天還是要帶個雨距 因為昨天中午過後 午後來這雨下得有夠大 特別是山區也是很大的 流域局部性的大雨 注意安全之外 帶個雨距是比較保險的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天氣狀況 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早晚天氣比較涼 記得加件外套 像我穿薄薄的長袖 這樣比較不容易 因為有溫差而感冒 好 趕快把時間交還給節奏